这是我们六极化的产业联盟 成立联署仪式正式启动 今天非常欢喜 就是在我们古坑咖啡这个产业 也当结合我们的智慧科技 那不管是我们的田间管理 一级到我们的二级加工 到三级产销 有一个新的合作的模式 这要感谢我们的经济部工业局 可以把这样的资源落实的来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崭新的模式 希望说我们这个三级 虽然是从日本时代的开始 我们期待在新的这个年代 也当因应时代 然后把科技导入进来 让台湾咖啡更香更有味道 谢谢 我们这个计划是属于 所谓普及智慧城墙 是希望说把这个智通讯的 这个科技的成分 导入所谓的城墙的治理 那谢谢副县长提供这个 所谓骨坑咖啡的这个题材 从前面的田间管理到 所谓的烘焙的技术 到物流 还有这个产销的领利 把它整个系统导入 所谓科技化的这个成分 让它能够所谓的 提高它的价值 然后增加它的品质 然后再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我们从一级的田间管理的升级 智慧化的升级 到二级加工的智慧化升级 到第三级的销售的 然后还可以纳入所谓物联网概念的一个销售的一个管道 那我们这样子的科技化的一个表现 可以在农企业上面 其实我们应该可以成为一个典范 就是我们在整个经营的一个 在做的一个整个过程里面 可以是的经验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 而且不只是在咖啡产业的这个领域里面 其实我发现这样子的一套系统 是适合很多的农企业可以来做的 终于支持 1.213 1.213